花莲市佐倉运动公园去年底开始 施作无障碍环境营造计划串联道路工程 在日前已经完工 花莲市公所3号上午也前往现场 举办了道路开通祈福仪式 期盼园区在今年农历7月 施作起绝安置的时候 也能够顺利地进行 市长温嘉贤表示 目前已经有设建 捶求社团密切洽询场地借用的流程 而未来也希望能够顺利争取到 前瞻2.0的经费补助 朝新建全民运动馆的方向来发展 为大花莲地区民众提供 复合式的一个运动设施 花莲市佐倉运动公园 在去年底开始施作的 无障碍环境营造计划串联道路工程 日前已经完工 市长温嘉贤3号上午 特别带领市公所团队 协同花莲市民代表会主席 苏美朱副主席李政伟 及多位代表们 在佐倉公墓大众庙前 大家手持清香 为道路开通及后续的相关工程 献上最诚挚的祝福 那其实非常感谢我们佐倉公园整个争取的一个过程 那特别感谢华东基金的一个大地支持 那让我们在整个施作改变佐倉的一个资源能够移注进来 那也谢谢代表会的大地协助 在整个过程里面我们从去年的十月份开始开工 到今年的二月份来做一个完工的一个结案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佐倉已经有做了很大幅度的一个改变 我们这次的工项是把基础工程 马路跟排水系统 还有路灯照明的部分 还有部分的一个环境 道路拓宽的部分 都把它做一连串的改变 那也要特别谢谢我们所有的施工厂商 在挖掘的过程里面 如果发现一些问题的时候 都第一时间来做相关的处理 那我们再次的会继续争取 下一期的一个佐倉运动公园的一个改参改建计划 那也希望未来这个地方能够变成 全民都能够来使用的一个场域 施工所三年前向体育署争取600万元的前瞻计划 铺设16000平方公尺的多功能运动草皮 依扫花联人对佐倉的刻板印象 去年又争取花冬基金2000万执行 无障碍环境营造计划 办理串联道路改善工程 今年更获得花冬基金合定2222万元 将办理佐倉起绝安置 及其他亮点公园规划建制工程 预计会在今年农历7月以后执行 我想这次也要是要特别谢谢我们卫市长 那大力来跟我们一起来 跟我们国发会争取的花冬基金 建设这个我们原来佐倉公墓 这一个运动公园的地方 那我们所有的花冬市市民 还有甚至包括吉安的乡民 甚至新城乡的乡民 都可以共来使用这块公园用地 那好像这经济效应很高的地方 我想我们东福中心会一起 跟花冬市公所来合作 一起努力跟我们国发会来争取 在后续的相关的建设的预算 那让我们期许我们所有花冬市的 所有乡亲一起来支持 市长卫家先表示目前包括射建 垂球等多个社团 也都已经跟市公所联系 场地借用的流程 未来如果全民体育馆可以顺利 新建完成 占地9.7公顷的左舱运动公园 未来将会是花莲市 吉安乡及新城乡的 共同生活圈中心 记者许丽晴 花莲市报导